出行第十天,星期二的下午一点半,三王子正在听手下的汇报,下属告诉他,第五王子和第十四王子,两方都已经说明了意向,如果届时只剩下三王子和他们,那么他们会退出继承战,三王子非常诧异,十四王子还小就不用说了,没想到第五王子也是这种态度,他总感觉其中有差,因为手下他们愿不愿意写下正式的书面声明,手下告诉他,书面可以,但十四王子那边有另外的要求。 那就是无限期延长萨卡达哈希顿二人的护卫,让他们俩一直待在那边,听到汇报警说,三王子又给了托尼第二枚硬币,虽然不知道硬币的具体用法,但拿来当奖励者没错,三王子给托尼画饼,等你得到一定数量后,不会考虑给你更大的奖赏,随神带着吧,会给你带来好运的。 把硬币送出去后,三王子开始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哪边做出了让步,谈了条件,也算半相符了,也不知道这种情况对自己是否有利。 还有这枚硬币,已经过去十天了,他以为会发生什么变化,结果什么都没有,难道是他自己手中无法发挥效果吗? 1005号房间这边,五王子也听出了护卫的报告,你是说,库拉皮卡同意签订和平协定,还答应和我相互合作对吧? 是的,只是他有一个条件,就是每当他来访1005世时,王妃王子二人必须与他同行,同时为了情报共享,他要求第三王子私舍兵也在内,这个要求对五王子来说不算什么, 五王子还调侃,就算我要跟第十四王子他们共同生活都没问题,一王子的私舍兵哈恩却听出了问题,第十四王子只是个幌子,是为了方便跟库拉皮卡串通的吧才对,五王子还特意吩咐他们,在库拉皮卡的小课堂上,要尽可能的向一王子的私舍兵展示他们与第三王子的亲密关系,五王子想的是,第四王子没有参加晚宴,看来他现在并没有想和自己合作的意愿,而第一王子的私舍兵已经冲着我来了, 五侠顾虑太多,若是这项协定能让一王子的关注点转向三王子的话,就再合适不过了,让手下和三王子的私舍兵搞好关系,一王子肯定会先拿三王子开刀,十万货鸡,先转移内边的注意力再说,在一旁默默站岗的一王子私舍兵李寒,看到五王子的守护灵,这只念兽在和平条约递接后紧接着就现身了,或许只是偶然,但如果这个出现的时间有什么意义的话,这可能关系到五王子的能力, 一王子的私舍兵队长迈特,这会儿也做足了准备,他的鞋子有一个开关,把东西放进鞋子,只要按懂开关就能喷射出东西,军方研制的残词品中,有适合改造的暗杀道具,比如他手上这盒药剂,现在正好能派上用场,初期的症状与现有的感染性肠胃炎极其相似,感染途径和时间也非常容易误导, 而且可以立马安排感染措施,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这玩意手提十分脆弱,而且不稳定,暴露在空气中,不到30秒就会失去感染性和复制力,然而在那之前吸入人体的话,就会剧烈增值,短短半天时间,就能令感染者多器官衰竭而不止身亡,并且病毒会被加速尸体腐烂的细菌淘汰, 这样事件也发现不了任何问题,在无缝的室内,病毒最密集的区域,呼吸者的死亡感染率为100%,病毒净化的速度非常快,考虑到突然变异的风险,一直以来都极力限制这类武器的使用,但现在不用,更待何时,迈特安装好妖机把开关藏在手里,他决定就用这个东西磨杀到地球王子,第11天早上8点,1004号放这边,死亡子正在锻炼,他非常感慨,总算近10秒以内了, 前路漫漫的,他的手下平托哥非常震惊,自己当初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达到这个水平,而且这还是,他在生下来就能使用G的情况下,按理说,十秒已经非常逆天了,自己学半年,而王子只需要一天,这不是怪物是什么,平托哥一边夸赞死亡子进步绳索,一边思考着,死亡子绝对是那种只会将念和政治都用来满足一级私欲的人,提塔说的没错,必须要采取措施,可问题是如果提塔说的是真的, 那么四王子在绝对状态可以发动某种能力,这即便是他特制系中,也称得上是另类中的另类,完全是凤毛麟角,怎么想,都只可能使他的念兽,在平堂状态下也积累着气,在使用绝对的时候,就会发动这些能力,不过提塔曾遭受四王子守护灵的攻击,他很有可能遭到操纵,做出虚假证言,毕竟自己也没见过四王子的念兽到底什么样, 还是先观察情况吧,四舍兵对一张报告,司法局那边怀疑旋律和双生王子的事情有关,所以延长了拘留时间,而且第一王子应该也想到了这件事,一定派兵盯住了司法局的人,四王子不屑于过,只盯住他,逼本那个大笨蛋抢了先机,继续去联系旋律,然后想办法拉他入伙 平头哥惊讶的确实,四王子可以一边玩游戏一边跑步,还有人交谈,期间绝对没有断过,要达到这种境界,一般要以年为单位的修炼才可以,反正自己做不到 想到这些事,平头哥就紧张的不行,只是跟在四王子身边,就要被这种无力感搞抑郁了,这么一下,提塔实在太厉害了,可现在他被自己换下去了 当天早6点的时候,十王子给旋律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十一王子的后背,十王子记得,在他和十一王子逃脱之前,没有这种像被虫子叮咬过的痕迹,旋律觉得这可能是注射的痕迹,十王子当即否认了旋律的说法,因为他们逃脱之后,刚一回到房间就被司法局抓过来了 那么这极有可能是念留下的印记,念能力者之中,有些人为了发挥力量,会分阶段的发动能力 覆盖茨很有可能中了数着蛇蟹的陷阱,被施加了印记 旋律追问十一王子,十一王子是否说过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十一王子想起十一王子说,原本一天只能使用一次的秘密之门,现在能有很多次了 现在看来,这个变化可能是因为敌人的能力造成的 旋律非常谨慎,他才想,如果覆盖茨再施展一次能力,一定会出现两扇门 其中一扇就是敌人的陷阱,也让他亲眼看到,并说服他不再使用能力了 十一王子觉得奇怪,要是十一王子知道那是假的能力,当然不会再用了 但旋律坠坠不安,要真是那样自然最好 但从覆盖茨好像已经对这个能力有了依赖性 十一王子联想到了毒品,好像是差不多的效果 旋律觉得八九玻璃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什么急剧的变化 只有这一种解释 最开始,他以为是希望与他会面的王子之中的某一方做的 这一定是对陷阱内的对象进行无差别攻击的能力 再这么继续使用敌人的能力,他的身心都将遭受重创 可能连下一个周末都撑不过 最切实的办法就是找出失数者让其停止能力 可目前一点头绪都没有怎么找得出目标 十王子想到了一个人,也就是七王子 七王子是黑手当首领 维京药品也是他敛财的手段之一 无差别攻击只用阴险的能力 出自他和他的灵手一点也不让人惊讶 那么要赶紧先除掉七王子或者他的念兽 旋律提出疑问,即便七王子真的就是失数者 恐怕他本人都不知道是自己发动的攻击 卯然通知他可能会打草惊蛇 旋律安慰十王子不可鲁莽行驶 要先制定确实可行的计划 十王子却说自己已经想好了办法 覆盖茨曾经为了测试能力上限做出各种尝试 虽然不确定这座船本身有没有张开节级 不过当他想象船外的地方时并没有出现门 却能够连接到存放着救生艇的房间 而且还能进去 所以下次应该也能随时进入救生艇的内部 此外他有一件事想确认 是否他们俩之外的人也能进到门里 十王子不敢肯定 但总感觉可行 门关闭的条件是出发时覆盖茨进入通道 回来时则是十王子 换句话说在他们进入通道之间 其他人是可以进出的 至于到底能不能行 还就要确认一下 旋律觉得光他们几个人还不够 他的低声能把七王子弄得失去意识 但送去通道和救生艇还需要别的人受 十王子寻思 旋律说的没毛病 最优先一下 当然是七王子本人同意逃脱计划 自己前往救生艇 但他应该不会蠢到那种地步 所以还是得用旋律的能力不得控住 当然了 更保险他还是当场把他毒死或者累死 司法局监察员凯撒觉得直接下手 不如制造意外 让其身亡 所以他提出让自己来负责运送 之后会称作笔录 给他们俩知道不在场证明 这样一来就完美了 至于七王子的护卫那边 他肯定会说 因为提到敌声走神了 这不是大问题 对他们的尿液和头发进行检测 肯定能验出药物反应 到时就说他们为了掩盖 因服用麻药而出现的幻觉做了伪证 王子因为过量摄入麻药 在企图逃离游轮时 头发心脏病 这个解释非常自然 而且顺理成章 凯瑞的计划听起来很完美 但旋律绝对有个根本性的问题 那就是门要接到哪里 石王子想了想 就第七王子的主卧吧 但这意味着 必须先让福盖茨的七王子主卧逝去 福盖茨想要发挥门的能力 必须去实际去过那个地方 问题是他还没有去过 凯瑞一点就通 你放心 这事包在我身上 我会想办法 让福盖茨与其他王子们直接毁灭 毕竟从立场上来讲 我们需要一区同行监视 所以不用担心 他会遭到暗杀 为了避免被怀疑 去过的地方越多越好 还能起到掩盖真正目标的作用 为之后的攻防组准备 凯瑞想借用已经身亡的 石王子的一言信件做幌子 其他人应该都会好奇心的内容 可能会欣然接受他们的到访 为了安保 不做预先通知 直接前往各王子的房间 也没有不妥之处 不过还不太清楚 王子们会不会同意 让下位王子 进房间里亲手接信件 尤其是底七王子 感觉到房间里会有很多东西 不像被通行的司法局人员看到 凯瑞觉得这事可以临场发挥 最坏的情况 哪怕强制搜车的名 也要进入他的房间 玄律一直觉得这凯瑞怪怪的 先前莫名其妙向自己表白 现在又搞这么大阵仗 一直想不通他到底图什么 所以他直接问凯瑞 是否确定要赌上自己的全部 这事万一失败就万劫不复 凯瑞斩钉截起的说 当然 我之所以这么做 并不单纯因为对你的心意 我认为 如果覆盖茨王子继位 就能彻底改变制度的话 对这个国家来讲再好不过了 凯瑞着重强调 自己入职司法局的目的 不是为了没受成规 他要竭尽所能的改变这个世界 如果非要人为了创立安详世界 去赶上不得台面的脏活的话 那就自己来吧 即便因此丧命 他也无怨无悔 凯瑞一本正经的说着 旋律认真听在他的心声 却听不到丝毫变化 既然无法推测出他的真心 那就必须做好 他是敌人的心理准备 严下他或者他背后的操纵者 或许认为他们还有利用价值 为了保护覆盖茨王子 现在必须继续维持这种关系 确定好计划以后 凯瑞带着十一王子 先去求见一王子殿下 他声称由石王子所留的信件 想亲自交给一王子殿下本人 十王子刚去世 但他在生前就写好了 给所有王子的信 而且还留了遗言 如果我死了 就把这些直接交给其他王子 司法局保证信件没有爆炸物 或者毒品等危险物品 还希望在他的见证下 由十一王子亲手将信 将与所有王子 手下伸手想借过信件 但凯瑞声称 这封信很有可能有关继承战 他不会违背十一王子的意志 必须亲手交给王子殿下 一王子同意让他们进门 十一王子亲手将信件 朝一王子走去 一王子看到了 复盖茨身边的谢灵 还感叹在身上 已经有了很多严重的默契症状 复盖茨刚来到一王子身边 谢灵就被念兽给驱散了 一王子顿悟 这就消散了 看来是复身于弱智的低级谢灵 并非复盖茨守护灵或者是继谋 由于亲生姐姐上身而痛感绝望 被谢灵缠上了吗 这样下去他沉默过十天吧 一王子问能不能现在看信 凯瑞不仅让他当场看 还让他确认里面 是否有关继承的情报 这样司法局也可以作为证人 一王子看了信 确认里面不涉及任何政治意图 就是普通的内容 没必要给司法局看 因为王子又插嘴了一句 是不是还没有找到暮色 凯瑞表示 他们对第一层进行了重点搜索 他并没有找到 是不是需要对所有王子的居住区内 进行强制第一台式搜索 一王子觉得没那个必要 本来王族特权和军方的强权执行顺位就有争议 而且这件事也不是什么大事 还是算了吧 凯瑞觉得这一次可真是来对了 显然一王子已经把整件事的走向的理清楚了 可以断定一王子的目的是 趁机执行特殊戒言令 这会儿他假装心平静气的阅读着信件内容 但其实盘算着下一步的行动 却没注意到自己说漏嘴了 趁麦特米尔克不在时 来这里真是正确的选择 自己观察其他王子阅读信件时的情绪波动 可能会有大作用 从一王子那离开以后 凯瑞和福盖茨又去了别的王子那里 七王子看着信感慨连连 还问福盖茨 有没有听说过关于这信的事 是不是给所有王子的信都写了相同的内容 福盖茨表示姐姐什么都没说 七王子一拍脑袋 逊色 又是石王子应该不想把亲妹妹卷入其中 虽然与继承战没有直接关系 不过或许让司法局知晓信的内容比较好 说着便把信递给了凯瑞 凯瑞恭敬拿起信装模作样看了起来 这些信都是他安排卡翘王子写的 他当然知道其中的内容 写信之前 他让石王子自己挑拨其他王子的关系 他知道一些 司法局独自调查搜集王子们的机密 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内误尽其用 旋律却担心 石王子年仅精轻就知道这些核心有点说不过去 凯瑞恭的正和他意 这样 各王子们估计会更迫切的 想查清情报是如何泄露出去的 或许还会有人对十一王子进行刺探 到时他会负责地方 在七城战结束之前 他不会让十一王子回到微信的第一城居住区 不过凯瑞也没影响到 七王子会向他公开信的内容 看来他也是个谨慎多疑的人 凯瑞假装看完信评价道 上面写了四王子的秘密呢 但是仅凭这一封信 只能算造谣 毕竟没有真凭实据 七王子觉得 重点是里面写了 唯独不想人对四王子集成王位 可能卡吉的计划 就是说些没有真凭实据的坏话 引人去调查四王子在发现他的恶行 不过自己确实没资格说别人 七王子面上洒脱 但总觉得事情又古怪 卡吉尔最后的一言 竟然是不要找他帮忙庇护妹妹 而是朝其他人投炸弹 那俩姐妹当中 姐姐的头脑灵广 四王子的信里应该都写下了不同的内容 有没有可能 是想让自己和老四互相争斗 然后再催人泪下地 恳求第一王子保护妹妹 如果真是这样 卯然行动就危险了 所以他决定继续观望 只要表示不相信这封信的内容 把这烫手山芋对给司法局就行 所以他告诉凯撒 自己判断不出信的真假叙实 也没打算调查四王子 九事就这么算了 十一王子一脸疲惫 凯撒询问他是否需要休息 毕竟他们的目标只是七王子 其他的都可以掠过 福盖茨表示自己没事 说完他身后的邪灵出现了一下 又随即消失了 突然一个老熟人来到他们面前 打交告诉他们 他是旋律的同事 他看福盖茨没什么精神 所以把一个随身携带的护身符交给他 说是护身符 其实是用他能力写的牌 他在牌具中加入其余 便能力念力发动 他心想有了这个 那些低级邪灵应该就不会靠近了 只是不驱除 令他心神脆弱的根本原因 还是无法摆脱危险 那接下来就看旋律的了 早上8点50 石王子想到 如果七王子不是犯人的话 那也是趁早行动比较好 让福盖茨在业务时 教授质量顺便做笔录 再在屋外安排 护卫和司法局的人指手 这样就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了 旋律同意了这个做法 而且多亏芭蕉 为他们争取到了一定时间 不过还是没能确定 犯人的身份 他会用长笛 但在使用能力时 他没法做其他事 凯撒让他放心 通道的长度为10米 他一个人运送时间也够了 旋律响起 刚才的轰动 似乎出现在这里的正上方 现在身处第二层的王子 除了他们二人外 只剩第九王子了 那个能力可以断定 是九王子或者他的守护零售的 然而倒下的人 却是九王子本人 这究竟是在他的计划之内 还是出乎意料的意外 这点也很重要 所以他想让凯撒 在九王子苏醒后 立刻把心交给他 凯撒让他安心 凯撑安排好了 负责照料九王子的全是自己人 旋律还是有些担心 给第九王子的信 写明了所有的情报 第一王子的秘密 第四王子的恶行 以及第九王子的出生的真相 以及另外 还有可以动摇 整个继承站的情报 九王子应该能让 这些情报充分发挥作用 除此之外 还有封给库拉皮卡的信 只要继承站不接触 王子们就无法逃脱这艘船 但一定要想出办法 不能再让更多王子 成为牺牲品了 库拉皮卡 应该能找到继承站攻略的突破口吧 转开 写 我 Nav 主